记者萧芳起台北报道,吴康仁去年向钟瑶片面分手,女方改瓜承受结束两年情,如今却被周刊拍到在购物中心陪邵宇维写拼,两人互动自然,就像是热恋中的情侣,随后吴康仁还在邵宇维回到新店的家,一起共度夜晚时光。 对此,吴康仁经澄清报道,解释警示同乡北上打拼的好友吃饭,他经对本报表示这真是今年第一个新年礼物,一开春就看到这样偷拍新闻相当无奈,澄清两人并无如报道所说的过夜,我只是送他回家,就去修车了,我真的只送到家门口,没有过夜,这样写真是见鬼了。 他看完报道当下立刻打给邵宇维说不好意思,抱歉,认为两人仅是约出去吃饭,却让女方关上劈腿之名,打扰到他的私生活,一边说还一边喃喃自语,我之前还有买便当给周刊的狗仔,没想到还这样对我。 至于未来和尚宇维是否有交往的可能,他出乎意料的不撇清,我现在就正常过生活,不会把话说死,免得未来打自己嘴巴。 吴康仁在脸书表示努力工作的同时,见想见的人吃该吃的饭,但被别人说着不属于自己的故事,如果是自己的独角戏就算了,扯到周围的人总是加油添醋地失去了原来的样貌,打搅大家了,对受打扰的前女友钟瑶,邵宇维和他们的经纪人感到抱歉。 吴康仁又遭传假戏真作少语为三例提供。